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马被誉为永恒之城 走进它就像不小心钻进了时空隧道 随便拿一个转角就可能以千年的历史相遇 无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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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o passo le notti con un respiratore e riesco a dormire 我来中国大概六年 sono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and also the year of the Italy-China culture 的失說了不是用最好的方法 我接受到疫情 가지고到1919 坦白浦尤其是在中國 今天也在另外一個地方 这场胜色响 我们的感情 我個人认识,我认识,这应该是一个特别的季度 多数百亚人成功 自然而設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In circa dalla fine di gennaio, anche qua in Italia, abbiamo iniziato a sapere dai telegiornali com'era la situazione in Cina, Wuhan, e che tutte le persone erano chiuse dentro casa, tutti portavano le mascherine, abbiamo capito che questa epidemia era una cosa molto grave. We now have a name for the disease, it is COVID-19. We now have a name for the disease, it is COVID-19. We now have a name for the disease, it is COVID-19. We now have a name for the disease, it is COVID-19.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設兵团報告新增確診病例820例, 自2月12日,高峰以来,首次降到了三位数, 随后一直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 I believe that the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are taken in an adequate manner, severe, drastic, but have given great results. Today the number of infected people is certainly extremely diminuido. The population has reacted very well and accepted the right impositions that were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ll the health care personnel, and of course the doctors, first of all, have worked with extreme courage, determination, have suffered, but they are also an example for all of us. And then, again, through TV and social media, the news have been aggravated. So we understood that the situation was really serious. Verso the end of February, we had the first cases in Italy, in the area close to Cremona, so at Casal Pusterlengo, which is really close, 40 km from Cremona. Crem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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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thesupport Got 15 Do theerna Do the recording Do the personnel Do theNaste Do the people If nothing Do the people Do the people do the right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晚应约同意大利总理孔特通电话 我们将集一方之所及 向一方增派医疗专家组 并尽力提供医疗物资等方面的援助 中方愿同一方一道 为抗击疫情国际合作 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做出贡献 中国政府派遣的由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红十字会组建的 抗疫专家组一行九人 从上海起飞赴意大利支援当地的疫情防控 特别是中国有一个应对这次疫情的防控的方案 还有诊疗的目的方案 我们都翻译成了不同的文字 我们希望对一方也有帮助 2008年文川大地震的时候 意大利的专门的红十字会 以及他们医学会派了14名急救专家 驻扎在我们四川连阳的重灾区 所以四川人一直抱着感恩的心 咱们要在危难的时候 要回馈一个回报 通过尽快改变成了一些病毒 还是有出国了 什么是重疹 那么第二个就是普通的轻疹病人 通过我们叫方舱医院会开放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医院 那么收治这些轻疹病人 这样就可以解决重疹病人传闻问题 因为我们没想到这个病毒会这么严格这么严重的 所以我们没准备这么好 现在越来越来越多 其他的宇宙国家也没有给我们发材料 只有中国给我们发的 所以我们特别感动 特别感谢中国 我们已经成为了解决于他们的疾病人 而他们改变了这种 solidarietà 在同样的方式 中国中国有很困难的时努力 像现在它们正在通过 我们两个人都支持我们 在当时需要 很多中国中国人有帮助 所以他们购买了10.000 maskerine 我们已经听到的距离 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这一线台空调将优先供应给意大利的各大医院及疫区比较严重的区域 同时呢海洋空调为了应对海外市场质疑严禁的疫情 我们克服从中困难 期前复工复场 这是第一批温州向意大利捐赠的供应物资 这是第一批温州向意大利捐赠的区域 今年呢是中意建交五十周年 在年前我和中国的艺术家的朋友一起赴意大利 参加了2020中意文化和旅游年开幕音乐会 原本呢我们计划在今年的三月份 在意大利的罗马进行巡回演出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暂时的取消了我们的音乐会 消失吧黑夜 黎明时我们将获胜 这是普希尼先生的歌剧著名的图兰多的歌词 那图兰多里边其实还有更著名的一段音乐 就是我们的茉莉花 所以真心地希望疫情可以早一点过去 我们可以携手再次进入音乐的殿堂 一起奏向茉莉花 我们的茉莉花 我们带来了一些防控的设备 包括服务机 健物衣 防务衣 口罩等等 这些意料之需的物品 我们认识专家组 1912年 是属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派 向意大利 米兰 同行分享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临床诊疗经验 疫情爆发的前一个月 南马蒂大区他们就已经成立了应急小组 一直在就是商讨这个防控方面 就是他对我们的建议 应该是高度认同和采纳的 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了应急小组 我们是一个人物的共同性 希望早点让这场疫情过去 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秩序 我非常愿意 我非常愿意 那里和中国人 有这个美丽的专家 一切专家 我非常愿意 为中国人 带了很多医疗来 在这里 为助于 这一刻很困难 很困难 我肯定 为我们一起 能够尽闭起这个病毒 加油意大利 加油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这两个方面也对于我们病例所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 3月19日,我国首次实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零报告 我们中国把病院实施检测和核酸似阳性 确实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诊断标准 3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 欧洲被称为全球疫情的阵重 我们收拾开了 去得到更激烈的環境 我們可以保證我們能夠確定 沒有果物,沒有果物 我只不懂如何 要保持健康 我們需要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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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在Cina我提出了一個確定的請求 由於NCPA 我正好,謝謝神 我工作在2021,2022,2023和2024 看到Kucia先生在意大利亞 在意大利亞接受采訪的場景非常親切 我們很多的同事也都問他 各位先生,我們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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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我们也联合了21家意大利的博物馆 举办了吴问西东 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 这个展览从马可波罗 这样早期旅行者的视角 再现了中一两国 通过丝绸之路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交流与互建 2019年在习近平主席 和意大利孔特总理的见证下 意大利向中国返还了 796件流失的文物 并且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举办了归来 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 这个展览充分体现了 中国和意大利 携手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这种展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交流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与意大利文化遗产和旅游 不紧密合作准备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于意大利古城 Eccolano的考古成果展 目前的疫情给我们的展览工作 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我们也很担心意大利同行 现在的情况 但是我们坚信 黑暗很快就会过去 在疫情结束后 我们能用这个展览 来庆祝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白衣战士 我是机长 很荣幸今天能陪你们一起奔赴抗疫情 中国政府赴柬埔寨抗疫医疗 这场疫情是属无前例的 中国同其他出现疫情的国家一样 都是病毒的受害者 世界各国人民唯有团结合作 才能早日共同取得这场抗击疫情的胜利 中国的防控策略 方法、技术、标准、案例 都经受了实际的检验 我们最新的防控方案 及时分享给了全球 180多个国家 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必须中国的经济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 在当时的情况下 和中国的危险下距离 你必须得到这种精神的资源 更多的资源 他们都做了这种程度 他们都知道他们在做这种程度 他们在做这种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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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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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